今天我想要介紹一位美國前總統 巴勒克·塞恩·奧巴馬 他在頭一位擁有非洲血統的美國總統 而他在成長之路也有很多有趣的事件 奧巴馬在美國的夏威夷州出生 在夏威夷長大 也算是一個在夏威夷土生土長的人 但也分別試過在華盛頓州和印尼生活過幾年 他在198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 五年就前往了哈佛大學的法學院 然後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之後 他就成為了一個民權律師 他也終於在1992年和他的戀人米鐵爾·奧巴馬結婚 但過了一陣子去到2007年 奧巴馬宣佈他以民主黨參議員的身份 參加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 最後成功贏了他的競爭者 共和黨候選人庄默堅 聽說他的這個 他還為了他 他在村莊裡搞了一個大城會 在2017年他任期結束的時候 他以60%的民意支持度 就結束了他的總統生涯 總之來說 其實奧巴馬他整個人生是異常的精彩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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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